好,来看到最新的画面 这是为了参加在台湾举办的网球梦幻球星邀请赛 网谈巨星前球王阿格西在刚刚已经抵达台湾了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刘晓琪来告诉我们 晓琪 12直播透过画面 你可以看到穿着黑色上衣 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 网球界巨星阿格西在刚刚已经抵达台湾了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最新情形 第一次你来到台湾 第二次 我可能在这里有20年多 我当时就比今天更暖 但我感到感谢回到台湾 但我只想请你 全部我的粉丝在台湾 让我经历过很多艰难的时刻 祝福这些好时刻 我大愉快在这里 祝福这些时刻 世界前球王阿格西随后也亲切地 和球迷拍照留念 球迷跟他索取签名 也都是有球必应 那他此趟来台湾 是特地来参加台湾 台湾有史以来 这个最新光闪闪的 网坛盛宴 传奇球星 梦幻邀请赛 而继俄罗斯伊哥尤茲尼和前球王莎芬 在前两天陆续抵台后 在台湾拥有超高人气的阿格西终于也到了 那现年40岁的阿格西呢 在网球生涯夺下8座大满贯赛冠军 更是史上第一位在四大满贯赛 还奥运单打都拿到冠军的球员 在网坛呢 长达21年的辉煌战绩 让网球迷是津津乐道 已经丰拍超过4年了 那现在来台湾参加这个梦幻赛 台湾球迷都非常兴奋 已经迫不及待 希望能赶紧一读阿格西灰拍的英姿和风采 更期待呢 这个台湾好手包括卢彦勋和王玉卓等人 能和这个世界级球员们呢 在场上一同较劲 这是来自桃园的最新情形 现在先要学镜头 换给主播 好 接下来几天在台湾的赛事呢 是精彩可期了